欢迎收看9月1号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我是嘉讯 国家银行发布了7月银行业统计报告 数据显示归功于家庭贷款增幅稳定 银行领域贷款按年增加了4.2% 而存款则增加了5.3% 但此增幅依旧分别低于6月的4.4%和5.9% 至于7月贷款审批量按年增长0.2%和6月增速一样 丰隆研究说7月存款增速按年放缓 存贷币保持在稳定的86%水平 比起2018年2月的89% 看得出来定期存款竞争依然保持理性 MIDF研究认为7月定存按年增长8.6% 按月只提高了0.3% 成长率显得略微疲弱 相信一些银行正在采取 即是让利息更高的定期存款到期策略 知名电子钱包公司Tachenko数字私人有限公司 因违反反洗钱法令 在5月遭国家银行开出60万令吉行政罚款 并且已经在同月31日缴付 Tachenko数字公司向国行《承报》说 该公司曾在不同场合批准两位受制裁人士的交易 违反了2013年金融服务法令第48之一条文 而这两位人士正面对2014年反洗钱 打击恐怖主义融资与非法活动收益法令制裁 除了Tachenko 国行也向另外三家同样违反金融法令的公司罚款 分别是Mandiri国际公司 MPI中立保险公司 以及ISEP电商和其他六家关联公司 碍于11球普遍走软 同时客户信心也相对疲弱 大马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持平在47.8 依旧低于融枯线 显示制造业仍面对挑战 尽管最新的PMI没有太大起伏 但标普全球市场智库经济学家乌沙马点出 整体情况与官方温和的增长数据一致 该机构指出 虽然制造业新订单跌势放缓 但在需求普遍低迷的情况下 整体产出还是低迷 越是踏入第三季中期 国内制造业进一步萎靡 受访的制造商也透露 事况疲乱也成了他们 在8月进一步减低员工招聘的主营 协下去年12月以来最低的就业机会 请问结束之前 欢迎订阅百格 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